大家好,我是Dane 韩星旅俊尼尔因为房产投资而引起了网友们的争议 2月24号,根据地社爆料 2020年,旅俊尼尔以自己设立的法人公司的名义花费58亿 买下了一栋位于江南的建筑物 然后再花24亿元重盖 2022年1月卖出,净赚韩币40多亿 而当时旅俊尼尔购买楼房花费的58亿当中 有90%的资金,也就是52亿是从银行贷款的 而为了重盖花费的24亿当中 有70%的时期也是贷款借来的 旅俊俊的所属公司表示 该建筑物本来是旅俊俊想要与朋友一起做服装事业而卖下的 但是因为疫情暂停计划,才会将它卖出 虽然这一系列的操作没有违法 反而可以说是非常成功的投资 但是网友们的反应却不是很好 这理由是因为2019年旅俊俊接受采访的时候说过的话 人要比钱优先,我的生活不能被钱来控制 应该是我要控制钱来生活 比起用投资来赚很多钱 目前我还是对演戏比较有关系 虽然不能保证 但是我应该不会以建筑物主人与大家见面的 我从很久之前就很警戒 想要成为有钱人的想法 在人生中,钱不是最重要的 最近小学生的梦想一位是建筑物的主人 我真的是受到打击了 孩子们为了赚很多钱有那种想法 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伤害 身为大人,我不想给他们那种伤害 但是在这个采访不到一年 李俊俊就贷款90%的资金买楼卖楼,金赚了40亿 疯了,对钱没有关心的人 设立法人用自己的6亿贷款买了58亿的楼 就因为是一人所以才能贷款那么多 突然想起之前有位有名讲师说过 说自己不关心钱的人 其实是最爱财如命的人 假装自己是对钱没有关心 是环境运动家 担心地球的暖难 在背后却做了对环境最不好的拆房重建 尽可能的贷款来筹房 买楼赚钱是没有问题 但是表面装自己很纯真 没有关心那些 在背后却什么都做的那个行为 太令人厌恶了 所以说人要小心自己的嘴巴 但是也有网友们表示 又没有违法 用自己努力赚来的钱投资 这不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吗 对于李俊俊的争议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太阳的香烟盒事件 2月23号 太阳Key 与致命运务本12分天年进行了直播 并在直播中宣传了 最近发行的太阳专辑 这个时候突然有观众留言问了 今天那个是香烟吗 多贴用 优酱 店龙 我真的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最近朋友們不知道 但是但是你懂嗎 但是你懂得很酷 但是你懂得很酷 我真的不知道 你不是說酷 我不是酷 我是泰文的IMV 請不打開 給我一盒IMV又瘋了 真的我要笑死了 台湾的笑声太魔性了 不过还真的蛮像香烟的 下面白色上面有紧购图 啊 拉特的玛丽亚 听歌都是要用这种录影带 A面 B面 直播中谎话被拆穿的难爱都 StrayKids成员墙壁 在直播中谎话被拆穿而引起了网友们的热议 它是白色的 白色的白色 是白色的 太疯了 太好笑了 声音也太亮了吧 说是断酷的时候 有点战斗的声音真的是太好笑了 啊 场面真的是太有魅力了 ASMR 啊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